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天荷花都会以前一天两倍的数量开放 假设到第三十天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 那么请问在第几天池塘中的荷花开了一半 是第十五天吗 错 是第二十九天 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 也叫三十天定律 马云曾在一次成功学演讲中提到荷花定律 由此荷花定律受到很多人追捧 为什么马云独爱荷花定律 其实马云的经历就是荷花定律的经典案例 阿里巴巴并不是马云做的第一个公司 马云曾经开过外语培训班 成立过海博翻译社 创办过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 经过北京外经贸部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EDI发展 不过四次创业发展都已失败告终 如果是您连续做四个公司都失败了 是不是会想我不是干这个的材料 再也不开公司了 马云没放弃 1997年他北漂创业又是挫折重重 1999年3月 马云决定继续在互联网领域里深耕 开办了阿里巴巴网站 后来公司走上迅速扩张的道路 成长为如今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帝国 马云说过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但是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 看不到后天的太阳 其实荷花定律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越到最后越关键 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运气和聪明 而是毅力 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 意思是说走一百里路 走了九十里才算是一半 这说的也是荷花定律的同一个道理 越接近成功越困难越需要坚持 量的累积一定能实现质的飞跃 所谓坚持就是为了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个过程被称为临界突破 质变的那一刻就是临界点 那么临界点在哪里 比如一场长跑 当跑到一定距离时就会出现胸部发闷 呼吸困难 四肢无力的感受 感觉难以再跑下去 这就说明临界点即将到来 这时您如果依靠意志和毅力能够坚持下去 突破临界点之后 氧供应就会增加 乳酸清除加快 身体就会迅速切换到一种新的生理平衡 呼吸变得均匀而加深 动作感到轻快 这也被称为第二次呼吸 然而世间的绝大部分人都是临界点到来之前就放弃了 唯有那极少数的耐得住煎熬的人才最终拥有了不凡的事业 文学史上著名的四大名著之一 《红楼梦》 批阅十载 增山五字 曹雪芹凭着自己的坚持 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 史记作者司马迁 编写这本书也历时十三年之久 这些成绩我都是跟他们的坚持密不可分的 这就是荷花定律的最好诠释 不断煎熬 不断超越 不懈坚持 实现极致 于是才有了丰功伟绩 才有了人生中满池烂漫荷花 二 竹子定律 竹子用了四年的时间仅仅长了三厘米 在第五年开始 以每天三十厘米的速度疯狂的生长 仅仅用了六周的时间就长到了十五米 其实在前面的四年 竹子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 做人做事亦是如此 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 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 人生需要储备 有多少人没能熬过那三厘米 什么叫价值 同是两根竹子 一只做成了笛子 一只做成了两翼杆 两翼杆不服气地问笛子 我们都是同一片山上的竹子 凭什么我天天日晒雨淋 不值一文 而你却价值千金呢 笛子回答说 因为你只挨了一刀 而我却经历了千刀万剐 精雕细作 两翼杆沉默了 人生亦是如此 经得起打磨 耐得起寂寞 扛得起责任 肩负起使命 人生才会有价值 看见别人辉煌的时候 不要嫉妒 因为别人付出的比你多 国学大师钱穆说 古往今来有大成就者 诀窍无他 都是能人啃下笨劲 胡适尹说 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 啃下笨功夫的人太少 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 这就叫竹子定律 三 心禅定律 禅要先在地下暗无天日地生活三年 有一种美国的禅要在地下生活17年 忍受各种寂寞和孤独 依靠树根的枝一点点长大 然后在夏天的一个晚上 悄悄爬到树枝上 一夜之间蜕变成枝了 然后期待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它就可以飞向天空 冲向自由 这就叫金禅定律 很多人的一生就像池塘里的荷花 一开始用力盛开 但是总感觉自己绽放得不够 所以渐渐感到厌倦 在第十天 第二十天 甚至第二十九天的时候 选择了放弃 很多人的奋斗也像生长的竹子 一开始卯足了劲 但是由于前面的大部分阶段都在打击 所以成效并不那么明显 在第一年 第三年 甚至第四年的时候选择了放弃 就更不用提缠的淡定和坚守了 越接近成功 越困难 越需要坚持 多少人在感叹 为什么幸运的人不是我 多少人埋怨 为什么努力 换不来想要的收获 其实我们只是败给最后一点点的坚守 败给了一丝丝懒惰 败给了枯燥厌烦 败给了急于求成 败给了还不够努力 也许我们无法名流千古 无法富可敌国 无法登上世界的顶峰 但是平凡的我们 一样也期待自己 才华和能力 如一池盛放的荷花 怎么做呢 唯有从现在开始改变 从现在开始坚持 改变并不复杂 如果您想养成早起的习惯 您只需要在前一天早睡 早睡的前提无非是少看一集肥皂剧 或者少玩一个小时的手机 仅此而已 要记住 所谓改变并不是脱胎换骨 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必急功近利 不必追求立竿见影 只要每天能比前一天 有一点突破 一点改善 而且朝着正确的目标 持续地做下去 就一定能成功 一辈子太长 一秒钟太短 满吃荷花盛放的时间 三十天 不长不短 刚刚好 三十天就可以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 尝试坚持下面八个小习惯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一 把东西放在固定的位置 二 每周锻炼两次 每次半个钟头 三 把第二天的计划写在日历上 四 在前一天准备好第二天要用的东西 五 每天阅读半小时 六 随身携带笔记本 七 每天静坐冥想五分钟 八 早起 只要坚持三十天 你就可以看到变化 看到一个勇于改变 坚持改变的自己 物以善小而不为 这些习惯很小很小 小到我们可以常常忽视 因为它小 我们才敢于尝试 也因为它小才考验我们的毅力 考验我们是否有勇气 坚持改变 也许我们曾经败给过荷花定律 但接下来的三十天 我们何不尝试一下呢 思想决定行动 行动决定人生 从现在开始改变 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越过那个最后一公里的坎 成功或许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无论是创业还是人生 我们缺少的不是能力 技巧 模式 需要的是坚持和毅力 只有坚持量变 才能最后完成质变 才能突破成功的临界点 取得最后的成功 中国有句老话 行百里 半九十 就是说走一百里路 走九十里 才算走了一半 因为很多人坚持到九十里 就放弃了 这些定律 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人拼到最后 拼得不是运气和聪明 而是毅力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